周六2019新唐人全世界武术大赛 北美区出赛在新泽西落幕 共29人入围副赛 周日将与来自亚太和欧洲区的选手一决高下 新唐人全世界武术大赛北美区出赛的60位选手 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巴西、澳洲等多个国家 年龄最小的仅11岁、最长的62岁 在少年、女子、男子、男方全数组 和少年、女子、男子、器械组 七组中互相切磋 选手涵盖众多门派高手云集 这里有很多能力 因为每个人都练习武术大赛 而且武术大赛评委主席李游富表示 武术是神传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现在传统文化被破坏 许多传统已经丢失 他肯定与鼓励参与大赛的年轻人走回传统武术 选手们敢配大赛弘扬传统武术的新力 也认同要练好武术 首先得注重武德 人生存在天地之间 你必须遵守其法理 然后你怎么去提高呢 就是说把自己变好 修好自己的心性 人们在学习武术技能 这不是重要的部分 但他们是谁 而他们是谁 而他们是谁 北美区出赛的60人中 共29人入围复赛 将于周日的复决赛中 与亚太和欧洲区的选手竞赛 新唐人电视台自2007年开始 举办一系列正统文化的国际大赛 武术大赛今年已经来到了第六届 周日的决赛精彩可期 将开放民众免费入场观赛 电视网络也会同步直播 新唐人记者王愉鹤 韩瑞 新泽西报道